来 展岳 小满 拿来 什么 我说拿来 胡小满 你一大早对我们展岳大呼小叫什么呢 你当我们三天课 展岳 你拿他什么来给他呀 就是你给他 我什么都没拿呀 我拿你什么来你说清楚啊 我不要面子的呀 看着你 展岳 你把东西还给我 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呀 不信你搜 没有吧 要不搜个身 女孩子佳佳的光天化日 脱男生衣服 不害臊 不害臊 你们两个给我闭嘴 一边带着他 展岳 你要是不把东西给我的话 你信不信我把你衣服给拔光 姑妈 你不要脸 你才不要脸 别别别别别摸了 别摸了 做 作案 想跑是吧 我早上看见作案的车了 算算时间 他现在应该在礁石里做好了 你要是没挨我东西的话 你为什么要还作案的名字 姑娘 变聪明了嘛 猪脑花汤有作用了 你走走 赵岳 赵岳 你会带着战处 他打不过 你以为还跑不过你吗 我 让一让 让一让 稍微 赵岳 我带着战处 来 跑 让你跑 你还挺能跑啊你 都看着呢 都看着呢 左岸 你还说 左岸来了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愤怒的小鸟 左啊 我怎么连对不起都会说 结束了愉快的假期 新学期又开始了 陆小满 对于高三的同学们来说 陆小满 再过几个月 你们将走进高考的考场 不回话是不是 人生第一个重大考验和洗礼 和你说话 日记本 要有分秒必争的意识 你这副认怂的样子 我还真没见过 没有事儿 没警察看见 还没到世界末日呢 小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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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流氓怎么了 女流氓 我大学大出头 你们不也挺喜闻乐见的吗 你们 你们应该谢谢顾小满 去吧 坐下 你别说了 有没有了 有没有了 不是帮你的吗 左岸平时 一副藐视众人的样子 整个中学有谁看的惯着 你 不管是女侠还是女流氓 你都算为民除害 有没有了 完了 左岸官方会员会 我还想入会呢 顾小满 姚拉 你很厉害嘛 你不是练散打的吗 什么时候改名叫顾超峰 练上九阴白骨掌了 姚拉 大家都是同学 你要干吗呀 你别说 我 姚拉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你还敢是故意的 你知不知道左岸在我们心中 是多么的神圣而不可侵犯 你心 你内什么了他 你必须向他道歉 道歉 只是道歉 不然呢 你以为我们跟你一样流氓吗 不过道歉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你今天让多少人看了左岸的效果 你也应该尝一下那是什么滋味 所以你道歉的时候 必须让我们所有人都看到 而且如果左岸提出什么要求 你也必须做到 不就一条裤子吗 你们至于吗你们 那你现在让我把你裤子撕了试试 我来啊 你以为我不敢啊 你们两个怎么突然吵起来了呀 姚拉 好 我答应你 我会当着大家的面 正宗地向左岸道歉的 这本来就是我的失误嘛 算你还有点成功 左岸来了 左岸来了 左岸 左岸 你来得正好 顾小马要当着我们所有人的面 跟你道歉 不需要 左岸 左岸 我知道你不会和他一般见识 但这件事情是他做错了 就应该道歉 同时也让那些看笑话的人知道 这件事结束了 顾小满 诚意 好 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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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岸 你过分了啊 顾小满诚心诚意地跟你道歉 你百张冷脸给谁看呢 这关你什么事啊 湛月 顾小满的事就是我的事 那你替他道歉啊 你蹬鼻子上脸是不是啊 你以为学习好能考高分 就能在学校横着走了 什么学霸呀 不就是书呆子吗 以后你生活用考高分吗 你工作用考高分吗 大家说对不对啊 对啊 对啊 你们跟着起什么哄啊 你有没有听我说话呀 左岸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对不起 我是真心请求你原谅的 无聊 左岸 你个大男人 能有必要为了一点破事 跟女生计较 我说过了 我不需要 左岸 我真的是一时厮守 你把头抬起来 你把头抬起来 顾小马 这个 算了 就这样吧 别别别 你 你相信我 我可以的 我 我 我 就这么疯吗 难道你要我脱衣服吗 不要 那样不会直接晕过去的 你说什么 没 没什么 没什么 那我疯了 等一下 头太近了 我想看清楚一点 我怕扎到你 我自己来吧 不用 我真的可以的 我说 我自己来 左岸 对不起啊 我本来想跟你道歉的 却什么都做不好 却什么都做不好 左岸 顾小板 你怎么也在这儿 我担心左岸受伤 所以来看看 你以前那些打架声势的光辉事迹 还不过写一本书的吗 是不是我对你太宽容了 这最后一学年开学还不到半天 你就闹到校长也记住你了 是不是非得让我给你个什么处分 你才知道教训啊 老师 对不起 赵老师 这不怪他 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吧 左岸 我没听错吧 左岸 谢谢你刚刚替我求情 我真的太意外了 本来大家都说你这个人特别冷漠 根本就不把我们当同学 我 不是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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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大家 只是展岳 毛英伟 许之友 他们三个 号称什么三剑客 看 就是嘴剑的剑 你放心 我回去就告诉他们 你其实很仗义的 是他们误会你了 我根本不在意他们说什么 你不用证明我是怎么样的人 可是我说的是事实啊 而且 这不是你第一次帮我了 你还记得吗 不记得也没关系 总之你放心 我和展岳他们呢 是特别特别好的朋友 我一定会帮你 不用了 可是 没什么可是 总之我还是要谢谢你 还有 对 对不起 你 不要再做危险的事了 我说 你不要再打架了 你刚刚是说 不要我再打架了吗 我答应你 我以后绝对绝对不会再打架了 报告 报告 先来吧 小马 小马 没事吧 小马 你干吗去了 小岳 我让你做题 答案是写在顾小马脸上吗 没有 没有 你们怎么样了 十五分钟了 答案写出来了吗 老师 您都说过 这道题是去年高考最难的一道题 全省证据率不超过百分之十 我们 左岸 你上来解给他们看 好 老师 写完了 下去吧 你们看看啊 都是我教出来的学生 差别怎么这么大呢 你们以为今天还是入学第一天 准确地说是距离高考 还有二百八十天 你们以为还有时间 从今天开始 你们每个人 都给我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来 你一步的精神来 你也别打起来 你一定要用按摩 你以为我们在家中 ini 对了 你以为我们转到你了 的任务 有机会的 是你必须 有机会的 那珍蜜 有机会的 你当耳盲疯吗 好 教课 晓月 今天我问你节目 最后我问我事要先走 我先扫地 你再扫地行吧 可以 不要满 帮我扫地 扫我扫我扫 我最喜欢打扫卫生了 走啊 你要是有事的话 你就先走吧 这里我都包了 不需要 没关系 你就当我谢谢你嘛 你心心意不是都要去游泳吗 你去晚了 人就多了 你怎么知道我终于要去游泳 不是 不如撞着 就今天嘛 走吧 走吧 走 我们走吧 走吧 走 听说有新的吗 去看电影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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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过的时候听杨拉他们说的 别 别 原来你不止是花痴 你还是跟踪朋友变态 你到底怎么样开开把东西给我 很简单嘛 你说你扶我 我 说吧 我扶你 听不见 大点声 我顾小满胡了 你这沉鱼也行了吧 很动听嘛 我就知道你有一天会顺服 看在你诚心诚意的份上 我又大发自卑地把它还给你 但是 让你帮我个小忙 好 什么嘛 你们俩到底在打什么呀你呀 只可厉害 不可言传 走着 小心 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 距离高考二百八十天 今天也是个神奇的开始 我撕了昨晚的裤子和衣服 我以为他一定恨死我了 但他竟然帮我求了情 虽然他说并不是帮我 但我还是要谢谢他 谢谢他的无懈可惊 谢谢他做我的人生之光 放在哪里比较安全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公子 现在安全了 多谢姑娘相救 在下无以为报 那就 就 以神相许吧 你今天看见我追小偷 我还撕了你的裤子 你是不是觉得 我很粗鲁 不温柔 不聪明 还很笨 和你差距很大呀 在下知道 姑娘是位好人 那我帮你聊上 不是吧 叫 不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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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满 你要买东西啊 十块钱 糟糕 糟糕 我身上 阿婆 一起结吧 来了 谢谢你 我怎么可以让祖安看到我这个样子 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祖安总出现在 他不可能出现在的地方 我早上明明看到他早就进学校了 为什么那个时候还会出现在校门口呢 刚才在超市也是 这世界到底怎么了 爸 你回来了 祖安 我正有事找你呢 走 祖安 学校里的事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没什么重要的事啊 你被学校保送到南都医科大学 这可是成哥最好的医学员呀 这么大的事还不重要啊 我以为您跟我说的是早上的事呢 你说的是老顾的女儿吧 算了 这个老顾啊 是个死脑筋 她女儿跟她一样 也有点问题 顾小白没有问题 她很好 你说什么 没什么 爸 时间也不早了 您早点休息 我先上去了 好 你先睡吧 等等 小白 这些年呢 我工作实在是太忙了 所以对你的学习关心不够 我也知道 你也不需要我过多地操心 本来你妈想让你去美国读书 可我更希望你能留在国内 况且 现在南都医科大学 各项教学数据都非常完善 教学数据也很高 我 你妈 还有孙叔叔 可都是这所学校毕业的 我知道 但是 但是 但是什么 没什么 您早休息 好 学校去 很想生日后 你不要 在医特上 在医特上 还可以做 我从医特去 和医特上 在医特上 好像不是 人一年 在医特上 我会带我 我们 отд全医特上 我们的图事 我对 昨晚 你必须这么做 要做一名医生 还要当一名最好的医生 这是你的宿命 走啊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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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来吧 别动 走 走 这 往这儿转 转转 转转 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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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说我了 没有 花痴 什么呀 他说你花痴 我打游戏怎么就花痴了 你有事吗 我 我没事 到底该怎么花这个钱吧 你干吗 你这个小秋秋 比你之前短到我好玩多了 你别动我 你听吧 听吧 听吧 我其实 是想来问你 昨天我问你的问题 你还没回答我 什么问题 书呆子 我说了 不准叫昨晚书呆子 死 死 他读书都读到走火入魔了 凭什么不叫他书呆子呀 我说书呆子他有什么好的 你要把他写进日记 这不关你的事 我承认 书呆子是学习好的 那他除了这点 还有什么呀 既然你这么想知道 那我就成全你 你问左岸哪儿好 他学习好 人品好 长得也好 虽然他不爱笑 但是他也笑 你就会知道那些小说里的书生公子 到底是什么样 他还多才多艺 你善良正直 诸人为乐 小满 你已经花痴到 花痴到胡说八道 如果目中无人的左岸也能被你说成 诸人为乐的话 那我斩月 就是正气凛然的热血少年 银城中学的一代楷模 你瞅瞅你 你这脸皮都已经刷新到心厚度了 左岸没有你这么能说 但是昨天他在老师面前帮我求情 这是事实吧 他昨天哪是帮你啊 他是为了掩饰他对内裤款式的独特品位 你就以这一点判断左岸是诸人为乐啊 无知 那是有些事你不知道 总之 左岸哪里都好 所有 全部 我 那 我呢 你什么呀 我怎么样啊 咱们也是从小到大的好朋友 我的优点不可能比左岸少吧 没事 你夸吧 本王子什么赞美都承受得住 来 说吧 展月 我真 说 不 是你真的 你真的有病 我有病 我怎么有病啊 开心 我们俩休息一下吧 好 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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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达玥 你去哪儿啊 球 花痴 又来 接个球也花痴啊 左岸 那个 出来的 行 看书看累了吧 陪我打一场篮球比赛怎么样啊 展岳 你干 干嘛呀 你不是说 左岸什么都好吗 我今天让你见着见着 什么叫 不堪劲 怎么着 痛快点啊 无聊 那你就认输了 大家瞧一瞧看一看啊 我刚才跟左岸下战书打篮球 他不敢应战 展岳 哎 小曼正好今天帮我做一个证 如果左岸亲口对我说 认输两个字的话 我就当自己不战而赢了 展岳 你神经病啊 大家都知道你篮球打得好 左岸体育又不擅长 和你比赛不是拿鸡蛋碰石头吗 你是故意让人家出丑吧 对啊 左岸 你别误会 我不是说你是鸡蛋 我是说你和他不一样 他是四肢发达 头脑简单 那左岸就是头脑发达四肢简单呗 你 哎 世人呢就有强项和弱项 他的强项呢就是读书 我们比不过 最后不也得考试吗 凭什么到我的强项的时候 他就不应战了呢 这公平吗 这不公平啊 对不对啊 对啊 哎 打游戏不一定要装备无敌 这是一种精神 他不敢应战 他就是懦夫 展岳 展岳 你吃错药了 就不要在这里胡说八道了 你才是吃错药了吧 你的名字就是吃药 吃药了 我从小到大最讨厌别人这么叫我 你再叫一遍我就 别这样了 吃药了 你行 展岳 你不要脸 我现在就去找赵老师 你给我起外号 还欺负左岸给你打篮球 你怎么管那么宽呢你 打篮球就算欺负他呀 展岳 你强上所难就是要欺负人 他不敢就是不敢 要当缩头乌龟他就当喽 大不了认输喽 你说谁是缩头乌龟 不敢比赛就是乌龟 激将法 可惜对我没有用 你这么做 无非就是想弥补你那点自尊心吧 你废话怎么那么多呀 有的没的 敢不敢大比赛 一句话 展岳 有礼不在身高 我看你才是无聊到爆炸 只会说废话了 谁要了 你别打岔啊 小八 你看见了 时间已经到了 我赢了 他他不敢应战 想让大家帮我宣传一下啊 名字叫做 展岳 左岸 打篮球比赛 展岳 兵不血刃 左岸 落花流水 好 你 你怎么脸积那么厚呢你 不过 书呆子 你也没吃亏 除了书呆子这个名号之外呢 你还多了一个 缩头乌龟 谁输谁赢 打了才知道 左岸 球场见 对 死到临头还敢耍帅 好 再位也看看 再位也去看看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什么事 我 你真的不用理展岳 他就是故意激怒你 满足下他小小的虚众心而已 他并没有恶意 只是开个玩笑 我知道 你这么聪明 肯定看透了他的心思 你要是不想参加比赛 我就去告诉展岳 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吧 你是不是觉得我一定会输给展岳 没有 你在这儿等我 就是劝我当逃兵的 我不是 我是来还钱的 谢谢你昨天晚上帮我付钱 我今天一直没有找到机会 也不安你 不好意思啊 是我误会你了 没事了 不过 我刚刚说的是真的 你要是不想打篮球 我就去告诉展岳 我知道 在你心目当中 我一定赢不过展岳 对吧 不是的 不是的 这种因为斗气的比赛 根本没有必要 输赢也更没有意义啊 我从小到大参加过各种比赛 那是因为我喜欢咱打 我要争取荣誉 那如果我说有意义呢 那我问你 你希望我和展岳谁赢 没关系 你说实话我可以接受的 我 展岳 我现在从小到大 他都是体育健将 你 我除了知道你会游游以外 我是说希望 我希望 我 我希望你们不要比赛 我明白了 你明白什么了 我 我不明白啊 我 我不明白啊 观众朋友们都来差不多了 要不咱们先互动一下吧 要不咱们先互动一下吧 觉得左岸会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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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那边 觉得我们展岳会赢的 觉得我们展岳会赢的 站这边好不好 站这边好不好 好 好 你们又想搞什么呀 左岸已经答应比赛了 你们又想搞什么呀 左岸已经答应比赛了 你们现在还要搞舆论压压吗 打场篮球就叫压力呀 对啊 有考数学物理压力大吗 有高考压力大吗 你们两个帮凶 猴子胖子 你们回来 他们两个既然要比赛 就得让他们公平比 听见了吗 小满都了解我 我今天呢 光明正大地打败你 这我不被偷袭 你犯规 犯规的人一直都是你 好啊 倒打一耙是吧 我今天打爆 漂亮 漂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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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服不服 再来 要不是你一直在犯规 我怎么会输 我扒到什么呢 这次我一定要赢你 好啊 再来 你 走啊 都别过来 展月 你是打桥还是打人啊 还打吗 你打吗 我打了 你打了 我说过 我今天要打爆了 我要让小满知道 你除了学习以外 什么都赢不了我 随随便便一场篮球比赛 就可以灭哭 打架呀 我好怕呀 你这种书呆子 怕是连打架都是什么都不知道吧 还有啊 以后别再卖弄你完美的学霸人士 你股脚蛮远一点 他跟你不是连 哎呦 还要打我 我都没打你 要打我 哎 天哪啊 天哪啊 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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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老师 篮球场出事了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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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月 你动手啊 凭什么不让我放啊 不让他放啊 左啊 这样吧 大家其实都是来劝架的 我数一二三 我们大家一起松手 你们都反了啊 老师来了 下来了 顾小白 看看你们一个个像什么样子 翅膀都长硬了 无组织 无纪律 打群架是吧 这要是让外面知道了 人家会以为我们学校培养的不是学生 是流氓 老师 我们没有打群架 我们都是去劝架的 顾小满 你还敢说话 你忘了前几天我是怎么答应给你最后一次机会的吗 赵老师 今天真不是顾小满 不是顾小满 那我怎么就看见他在动手啊 咱们这个班的坏风气 就是被他这个打架大王给带坏的 赵老师 今天跟顾小满没关系 他没打架 顾小满是来劝架的 其他同学也是 左安 没让你说话的时候 不用说话 凭什么不让他说话呀 他又不是哑巴 左安 你说 谁先弄的手 阮岳 你现在什么态度啊 左安 你告诉我 是不是他先弄的手 好了 我算知道 今天的事情 你们一个都跑不了 展岳带头打架 记打过 凭什么呀 什么叫我带头啊 左安 你说话呀 明明是左安先弄的手 怎么把鼠发算在我头上呀 主任老师 我不服 展岳 你还不端正你的态度是吧 行 老师管不了你 我看你爸爸能不能管得住你 警察来了我也不怕 你 太不笑话了 展岳 你快站一边去 是我先弄手的 左安 容家 怎么回事 我 是我先弄手的 对不起 就是嘛 是左安先拿展岳的 我们是劝架的 我们都是无辜的 就是 你别乱说话 左安自己都认了 你还想把大家都拉进去吗 好了 左安 记打过 展岳 全校同报批评 王主任 左安不能激过 左安已经被保送了 激过的话 那保送名额 是给品学兼优的学主 你看看他这样子像吗 我就是要让你们明白 无论多么优秀 做错了事情 都要付出代价 你们自己想想 过了今年 你们就十八岁了 成年了 做任何事情 都要对自己负责 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剩下的学生 全部去操场跑时圈 好啊 不管你们是打架圈架 既然精力旺盛 就好好发现发现 主任 那顾小满 你还提顾小满 老师 这件事真的和顾小满 没有关系 左安 你还没明白 事情的严重性吗 这件事情 我有必要通知你父亲 先管好你自己吧 他妈 你怎么啊 没事吧 没事吧 走啊 小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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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倒了 顾小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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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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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岸 是我 左岸 是你 是我 我把你背到了医务室 小玉说你需要休息 还有 小玉说 让你把这碗红糖水喝了 所以 是 你 把我背 既然你已经醒了 那我就先走了 记得喝水 等一下 怎么了 谢谢你送我来一个水 没什么 你这个样子 都是被我拖累的 你没错 都怪那个展月 强迫你比赛 还跟你打架 我看得很清楚 你没有打到展月 是他先打的你 你替他背了黑锅 大家都误会你了 但是我知道 顾小玛 我告诉你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帮展月 我是对自己失望 打篮球打输了 就想动手打人 错在我 你别这么想 展月他明摆的就是在欺负你 大家都是有自尊心的 况且 最后你也说手雷啊 在我们武侠的世界里 只有人人敬仰的大侠 才能够在盛度之下 控制住自己的行为 就凭这一点 你已经超越我们所有人了 所以我是一统江湖的武林盟主 那 如果你愿意的话 对嘛 其实书也没有那么重要 你好好休息吧 别想动想戏了 还有 你不了解我 不要在同学面前 帮我做什么 我不需要 小满爸爸真的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小满身体不舒服 知道的话 也不会让她跟同学一起去跑步的 都管我工作不够喜心 这两天让小满好好在家休息 回头我把课给她补上 赵老师 没事 我都没事了 不用请你家 赵老师 我知道小满一直在给您添麻烦的 可这次您有好多同学 都说小满是去劝家的呀 这怎么还 是是是 真的对不住啊 爸 我都说了我没事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知不知道 从接了你的电话到现在 我都不相信你会主动和别人打架 老顾 院长 你也来接孩子啊 是 左院爸爸 您现在的心情呢 我特别能理解 左院出了问题 我们大家都很担心的 时间不早了 孩子们都还没有吃饭呢 都先回去吧 左院长 其实 今天的事情 您不要怪左岸了 都是展愿 不对 是我 都怪我 顾小满 你说什么呢 左岸 你也太没礼貌了 打顿别人说话 小满 不好意思 我没事 小满 你想说什么 今天展愿其实是因为我 才跟左岸斗气打篮球比赛的 他应该是受刺激了 你越说我越糊涂了 因为你斗气 受什么刺激啊 因为我 顾小满 这件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你不要自以为是 越描越黑 左岸 我再帮你啊 我不需要 我没有很熟吧 左岸 你今天是怎么了 说话毫无分寸 顾叔叔还在这儿呢 给小满道歉 爸 我们回家吧 先道歉 没这个必要 儿子你 老姑 这孩子今天 他可能是累了 不好意思 没事 院长 我们家小满今天也累了 我们先走了 好 左岸爸爸 左岸最近情绪很不稳定 我希望家长也多关注一下他 现在说吧 今天到底为什么打架 就是篮球打输了 一时没控制住 你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篮球了 我不喜欢打篮球 但我真正喜欢什么 您也不知道 说话呀 我就是 不想输 算了 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吧 保送资格没有了也没关系 调整一下 就准备去美国读书吧 顾小满呀顾小满 你以为你是谁呀 左岸不过就是和你多说了几句话 多笑了几下 你就以为你跟人家很熟了 不知天高地好 你看看你这几天给人家惹了多少麻烦 你能做成什么呀 走 周叔 停下车 顾小满 昨天 我知道 您不用说了 谁给我那么大脸自以为和你很熟啊 以后我会简然慎行 不会再给你添麻烦了 其实我是想生 我还有作业没做 我先去学校了 其实我是想说对不起啊 顾大满 你还生我气呢 昨天咱买处分 责任可都在左岸 展玥 你知道不知道我们把左岸害惨了 我现在都没脸见呢 我脸没有 我可以一定切三只 走开 嫌你脸脏 顾小满 你昨天怎么了呀 周母就跑了几圈啊 你就晕倒了 可不像你啊 我周五没吃饭 须脱了 那你干嘛 跑步的时候把我推开呀 要不然我可以给你当垫背的呀 保证你摔得软软乎乎的 实在不行 我把许觉友拉过来 再给你垫上一层 更帅 你看 只有跟我本王子在一起的时候 你才能自有自在 那个书呆子 你得离他远一点 那就是一个温室里保护的 极好的小花 咱们碰不得也赔不起 不过奇了怪了 他昨天竟然第一个跑过去 把你送到医务室 他一定是觉得理亏 是不是很多人都看到了 那时候已经放学了 除了几个发跑的 没几个人 不过我可是第一个去告诉赵老师 你是晕倒了 说话到话就到了 顾小满 那个书呆子 到底有什么三头六臂啊 你每次见到他 就从一只小老虎 变成一只小老鼠 你还是那个大便 银承移中无敌手的顾小满吗 不关你的事 你干吗去啊 就是在这边 你先回去吧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你这光 微笑在尽头中 不小心风吹 皱了眉头 我们一起点脚成几手 静静折 躲进太阳雨里不走 znaj site 像槌落的 不共饮飘浮着 在风雨之中 申了 像一个从天空来的旅客 落下了就安家了 太阳雨在下车 放心好了 落泪以后就静了 担心什么 害怕什么 过去吧 怎么哪里都能看到左岸啊 他现在这么讨厌我 不会以为我是在跟踪他吧 那个人 那个人 左岸 我 喂 顾小满 左 左啊 你怎么会有我的电话 班级通讯录啊 对啊 顾小满 你为什么总要躲我 我现在对于你来说就这么可怕吗 没 没有啊 你放学有时间吗 有 那你放学等我一下 放学等你 你不会是想打我吧 人活着总是要有梦想的 例如上一秒 你觉得一个厌恶的想要打你的人 可能下一秒就坐在你的对面 两个人一起吃甜品 好像做梦一样 不对 是做梦都不敢想 只是 他是不是吃得有点多 怎么了 你吃你的啊 看我做什么 你为什么要请我吃甜品啊 我说了 昨天的事 我知道你是好意的 我不应该凶你 我应该向你道歉 顾小满 对不起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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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那么严重了 你快坐 你快坐 坐坐坐 其实我也没什么了 那你深更半夜打什么沙包啊 你怎么知道啊 我爸昨天晚上看到了 他告诉我的 而且他跟我说 我昨天的态度特别不好 让我一定要跟你道歉 左院长人真好 总之 我今天请你吃这些东西 这件事就算过去了 你以后不要再躲我了 好吗 我以为你不想看见我呢 我每天都去教室 那你怎么办 退学吗 不用退学 也不用躲我 还有什么 什么还有什么 你说话像过山车一样 一会儿好像是再生气 一会儿又好像没有 我有点紧张 你有什么话就一次性说完吧 那 我还有最后一句话 我们 我们以后做好 做朋友吧 你 你要和我做朋友 你不愿意吗 顾小满 你怎么了 原来不是做梦呀 跟我做朋友 有什么不可思议吗 不是不是不是 只是你是最尖尖的学霸 而我又是最默默的学渣 而且你平常独来独往的 就连班长那样的第二名 十全好人你都不理 我们都以为你不需要朋友 是他们那么以为 我一直都觉得你人蛮好的 真的 当然了 我看见过你扶老奶奶过马路呢 只是放学路上随便看见了 真的 真的 我刚刚说的都是真的 我知道了 那 我们现在 真的是朋友了 我和你 快吃吧 朋友 又怎么了 我是觉得 好巧啊 你点的 都是展岳也爱吃的 甜品不就这些吗 为什么展岳喜欢吃的 我就不能吃 当然不是了 我的意思是说 我还是吃东西吧 一会儿别在我面前提她 谁 展岳吗 我不提她了 我不提她 她那么招人烦 我也不想提她 讨厌她 服务员 这些甜品都不要了 点刚刚没有点过的 没有点过的是哪一个样 全部 左岸好帅呀 连吃十八碗都那么帅 我决定了 只有不敢想 没有不可能 谁能想到我和左岸 今天能成为朋友呢 总有一天 总有一天 也许我能像她一样优秀 对 总有一天 好 我给你帮她的优秀 都想要走 我给你帮她 帮她的优秀 你可别找查七副作案了 看情况吧 你是不是晚上又想做噩梦了 好 我答应你 我们呢 井水湖泛河水 不让他多扫一寸地 行了吧 这还差不多 对不起 你说谁退下了 让姐姐退下了 别别别别别 拜拜 苏丹啊 虽然上次打架呢 你没让我背屋 还替我洗脱了罪名 但是 这不代表我会说谢谢 也不代表咱们俩以后能成为朋友 我不需要你这种朋友 那我怎么听说 你想跟顾小满做朋友呢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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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 这么 这么巧啊 哦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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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盆开牆 YO-5 那我们也需要选择 你有什么асть möchten as 太苦衔了 可以吗 好干什么 哎呀 我知道 刚开学不久 又陆续地发生了一些事 搞得大家都很紧张 为了下个月 让大家更轻松 更积极地应对考试 我们学校准备给大家 送去一个福利 福利 什么福利啊 知道吗 差不多吧 下个星期呢 就是中秋节 我们年纪组啊 向学校申请 学校也批准了 咱们班将举行一次 中秋联欢会 好 那时候大家呢 可以坐下来吃吃月饼 赏赏月 让你们好好放松一下 有才艺的同学 你们可以多准备一些节目啊 总之呢 你们想怎么玩 就让你们尽兴 好 张老师 这个好 这匹多来几个 别人考呀 就不要考了 徐志勇 你们家一年过几个中秋啊 还多来几个 那要是可以 我也不反对 我还想多几个国庆 多几个韩书架呢 好了好了 现在上课 就好了 就好了 ikka 来 等会儿 这儿 柯霍市 我都不敢挡 我都不敢挡 这儿 也不敢挡 拉倒吧 你看她眼珠都快掉出来了 看她 掉了个大马虎子似的 展岳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展岳 你一定要在这个时候 破坏气氛吗 我看你就是只废废 只会说废话 还以为自己很幽默 吃药了 你人身攻击啊 你说了不准这么叫我 我偏这么叫你 我叫医生你吃一盒药 干脆改名你叫药别情责了 赵老师 展岳 你也太过分了啊 你说你一个男孩 每天和女生吵来吵去的 好意思吗你 你不是号称什么小王子吗 也要实在坐不住啊 跟我们大家表演一段 跳就跳 他这个不行 我跳的他也跳不了 谢谢 我怕我没有机会 再听说一声 帅哥 连结买一颗 迷惑我很多 诚诚说你赢我 不得不说你再次 提出对手 你看 云一朵朵 拼凑着我们想要的模样 你归笑着对我说 你每一次考虑我都对我 好了好了 好了好了 没有话对着 我希望你们每个人呢 都能当着同学的面 说一说自己的梦想 志愿想考什么样的学校 专业 有什么话都可以分享给大家 好 作案由你开始 我会当一名医生 当医生了 也很好 你是我教书几十年来 所遇到的物理 最有天分的学生 本来我私心你会在物理上 有所建筑 既然你已经决定了 也好 保送的事情不要被影响 你自己考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家里已经决定 让我去美国读大学 去美国 那更好啊 这么开心 再也见不到他了 我想以最优异的成绩 考入我们最好的技师学院 我想学出师 以后当一名美食介赏家 好 好 我要去科学院当一个志愿者 我想去日本留学学电影 然后做一个优秀的电影导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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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小满 到你了 你有什么梦想 小满 叫你呢 我的梦想 我的梦想 我的梦想是 是 做 你在说什么 不是不是不是 什么是不是 你究竟在说什么 胡老师 顾小满可以做黑道女打手 对 她要吃我这么胖 还可以做女相扑 你俩怎么这么拼 你别人说得更难听 那是我 我 只有我可以说 小满 其 其实 我想 做 老师 对 我妈妈以前在世的时候 就是老师 胡老满 你还要做老师 你怎么不去做教头啊你 胡小满 这是一个很好的梦想 但是以你现在的学习成绩 就算考一个咱们本地的师范学院 都还差一件 就更别说全国的殖民院小了 我希望你呢 好好努力 好 到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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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呢是人见人爱的小王子 以后呢我要做 挖箭花开的大明星 写来的 我呸 你要能做大明星 我就 你怎么着 一身相许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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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不要 不要 无福消瘦 展玥 好了 吃饶了 到你了 我嘛 我喜欢跳舞 我就跳舞了 整个三年级二班同学都知道 我是一个地地道的吃货 什么美食呀都来这不惧 所以我的梦想 就是要当厨师 开饭店 我饭店名字就叫 我原本以为 我原本以为 这些天 我和左岸的距离更近了 却没想到 熟关越来越远 左岸要走了 而我 没有做好准备离别 中秋晚会后 果然 大家都受到了激励 全身心地投入学习 我很认真 但我 不行 我可能真的很笨 需要补脑 但时间来不及了 联考的时间 很快就到了 放开他 我到底是何方人士派来的 搞翻联考 你 那是谁呢 那是谁呢 你在哪儿呢 我妈妈咋死我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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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让你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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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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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儿呢 在哪儿呢 行吧 行吧 二百五 缘分哪 大明星挺厉害的嘛 这么激励的数字都能烤出来 我看你和顾小满可以组合出道 就叫 五百 五百就五百 你靠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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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不是又想吵架 五百第一还聪明不远 挺能说的 左岸那是对自己有要求 不像你这个二百五的 独私进去 肯 SMITH 鍞夹凉 你这分数是怎么好出来的 还有展piece 你们两个又是全班倒数 分数呢还创性低 我相信有些高一的同学 来做这道题 都不可能这么低 最好的一直都好 最差的也一直不变 都是同样老师教出来的 怎么就这么大差距 左岸 我对比了一下我们的分数 物理最后一道大题 我没有做出来 但我觉得你的思路 比王老师讲的那个好 你可以告诉我吗 叶大姐 你就别想了 咱们书呆在什么时候帮过同学 我就是 展岳 哪天不黑左岸过不去是不是 你是左岸的豌豆射手吗 我是豌豆射手 那书呆的就是 僵尸 好了 你们两个不要这样了 左岸 我是真心想向您请教 也是真心佩服你 而且 大家都是同学 你 好 你这是答应了 你说得对 我们是同学 应该互相帮助 从现在开始 任何同学有任何问题 都可以来找我 我会尽全力帮大家 我也有问题要问 左岸 我也有 我也有 转性啊 收买人生 行 我们也去吧 对了 左岸 你什么时候考SAT啊 下个月 我会尽量的 算了吧 反正 查语这么大我也听不懂 你这么说 我好像也 不是不是 我是说我自己的 去吧 好 我来 早安 小曼 你干嘛去啊 左安 左安 你看A点和B点是简单的 你在做什么 我 你 你先说 你真的要去美国吗 都安排好了 可是 可是什么 你觉得我不应该去吗 没有啊 这是关系到你前程的大事 我们是朋友嘛 我当然希望你 能去最好的学校 得到最好的发展 那你有什么建议吗 我能有什么建议啊 我总分还没有你一门分高等 作为朋友 你就没有一点想法吗 顾小满 我这一走 我们以后可能就很难再见到面了 我觉得 你应该去 你说的是真心话 当然了 我们习武之人 从来不说假话 我知道了 我确实给不了你什么有用的建议 在这方面我挺笨的 你根本不笨 你要是笨的话 怎么可能拿到那么多散打冠军 多花点心思在学习上 高三的时间 没剩多少 学习怎么能跟散打比呢 他真是什么 你担心 你到底为什么这么笨啊 你对得请老爸给你吃了那么多猪脑吗 都捕到猪身上去了 优秀的同学可以去任何地方 你呢 你连大学都考不上 走 左岸 顾叔 来来 进来 有事啊 那个顾晓 没什么事 就是今天放学的时候 看到顾晓满不太开心 他没事吧 估计又是考试没考好呗 没事 多少次了都这样 回头找个沙袋 让他搭的 发复这个活儿 这阵子就过去了 那就好 那顾叔 我先回去学习了 这来坐会儿吧 不用了 走了 顾叔 走 推并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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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 P R O 如果这是那种鸡面包就好了 吃一口 全部都能挤住 谁啊 胡大妈 你怎么又敲窗户 你就不能走正门吗 我呢和谢三斤约了一场友谊赛 去年咱们就输给他们班 我整整郁闷了一年 今天大家一起去练 你一起来呗 去球鸭 对啊 没心情 你不是还想着上尾考试那二百五十分的事吧 没事 本王子明年 学习的事 这次不行下回努力 玩就不一样了 玩一次开心一次 来嘛来嘛来嘛 你就算在这儿坐一天 你能背下来啊 怎么不能 我相信其能补着 我虽然笨了点 但我愿意花时间呀 我自己的事 我自己知道 走 雪鱼 你不来 你不来你后悔 走 走 加油 二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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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三 二八 二八 加油 没事吧 怎么了 伤到哪儿了 伤到腿了 先送一位室看看吧 好 好 龙家快 猴子 顶上 我不行啊 昨晚上我跟胖子出去吃烧烤 吃回肚子了 咱们班本来就没几个会踢足球的 你俩怎么回事 你俩呢 我不行 我高度精神 我 我 我有笑船啊我 我 你们呢 我不行 我都没踢过 现在本来就输了一个球 如果再少一个人 我来 顾小满 对呀 我把你给忘了呢 刘老师 我们换顾小满 这不行啊 顾小满是女生 没事 她上了场她就不是女的了 我是说她可以顶男生用 而且还是无敌铁金刚那种 老刘 就让顾小满上吧 我们班的情况你也都看到了 先让大家把球踢完再说 对啊 那好吧 小满 我知道你体育好 但是现在场上都是男生 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千万不能受伤了知道吗 嗯 二班 二班 加油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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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谁来了 打架大王来了 湛月 你们班是真没人了 还让你女生上 好一个卸三斤 我们家小满踢爆你们 知道我的名号就别废话 呦 还挺狠 你是来踢球的 还是来打架的 我是来赢球的 那我们就看看 谁会赢谁会哭 走着瞧 好 小满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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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小满 你是我的英雄 我再也不说你了 小满 我爱你啊 可以啊 小满 小满 你干吗 小满 你们干什么 文俊 汪磊 你踢球还是踢人啊 失误 失误 我看你是故意的 你故意 他故意撞人 你们不讲原则 我们也不讲原则 你没事吧 我没撞人 我正常断球 大家都看到了 我们只看见 你是故意撞顾小满的 就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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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既然这样 大家问裁判 这样对双方都公平 老师 您看刚才那一下 怎么判 刚才那一下 我的视线被挡住了 我没有看清楚 老刘 刚才我们大家 可都看着呢 你怎么能说 你没看清呢 从我刚才的视线看过去 王磊去抢球 顾小满就摔倒了 但不能说明 王磊一定就是故意的 我们就看见他撞人了 撞人了 你今天已经很棒了 剩下的交给我 我可以证明 王磊是故意撞的顾小满 怎么证明 你说说 王磊我问你 你最初的位置 是在那儿对吧 嗯 没错 顾小满的位置 是在那儿 你摆米成绩是多少 十三秒二三 有什么关系吗 人们是无法逃离物理规律的 速度就是矢量 也就是说 速度是有方向的 我们现在都知道 王磊以及顾小满最初的位置 把它们放在坐标轴里 再加上王磊的速度 以及草地的摩擦系数 还有地球的自转和公转速度 如果说 王磊从起始点 就想故意撞到顾小满 和王磊抢球时 无一撞到顾小满 所带来的冲击那一下 顾小满倒下的方向 是完全不一样的 虽然计算过程比较复杂 但我还是可以算出来 听懂了吗 你听懂了吗 但是左岸说的就是对的 左岸 你这么说 也太匪夷所思了吧 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 可以找王老师评判一下 对啊 王老师是全世物理学科的权威 我们不懂 他一定知道 我现在就去找王老师过来 顺便把校长也请过来 你们两个 可我好好等着 别 同学校长 我们 我们是故意撞到顾小满 还真是你们两个呀 王磊 红牌发下 左岸 你今天太帅了 今天最帅的人是顾小满 可是不要 再让我 我学到 你 它是 它是 真是 我的 我 我 你 因为 我 我们下期再见 Zither Harp 小马 我爱你 同学们 你们一定要记住这一刻 这就是团结的力量 我们高三二班永远都是团结的班级 祖安 你看到了吗 我刚才又进球了 我进球了 看见了 顾小马 你今天很棒 你今天也很棒啊 我知道大家总有一天会发现 以前对你的都是误解和偏见 顾小马 你可真是磕火星 什么 什么磕火星 祖安 我只是说大家好像都接受你了 你干吗说我是磕火星啊 为什么说我是磕火星呢 磕火 今天的功劳就是做案最大 你们说什么呢 我们在场上拼死拼活地踢 就因为书呆在场上说了你们一句废话 你们觉得赢球最大的工程是他 你们把我们当什么呀 我们当然知道你们很辛苦了 不过最关键是 左岸让五班承认了犯规 大家才能重振气势赢得比赛啊 赢球是我们一脚一脚踢回来的 再说了 左岸说那几句废话 他就是忽悠人的 看当时他帮助我们 所以我没拆穿呢 你胡说 左岸怎么可能忽悠人呢 你们也信了 你动动脑子好不好啊 天真的愚蠢啊 你才天真的愚蠢呢 斩月 赢球那会儿我看你总算顺眼了点 现在让我看 依旧是面目可憎 彼此彼此 我也为你有药可依了 没想到书呆子忽悠什么 你就信 还是无药可救 你 好 大家评训理 今天左岸说什么了 做什么了 大家是不是都看在眼里 看大家相信你 还是相信左岸 斩月 左岸今天真的是帮了大家了 要不然算了 你也跟这些话是一样啊 你也吃病困药了 我还行 班长 你是除了左岸里外 学习最好的人 你说句公道话 书呆子那句话 是不是忽悠人的 我也不知道 虽然理论上好像是那么回事 但是 哎呀 反正我也搞不清楚 到底是怎么计算的 你看嘛 真相大白了 斩月 你能不能不要再针对左岸了 起看 左岸的成绩和人品 这大家都是有物共赌的 当时大家去找王老师 左岸也没有心虚啊 如果是假 一下就能拆穿 左岸那么聪明 会做什么笨的事吗 我觉得顾小马说的很有道理 小马 我现在发现 我们很早以前就该做朋友了 我觉得呀 我们应该从现象推到真相 如果不是左岸忽悠人 那你们怎么解释 比赛一结束 他就被王老师叫去了 肯定不是喂鸡汤去嘛 这话有道理 这话有道理 中间一定有猫腻 一定有猫腻 对 你能算出来 你现在就算给我看 你怎么能仗着自己学习好 就胡编乱造 忽悠老师跟同学呢 王老师 当时也是刑事所迫 刑事所迫就可以胡说 要是有其他人把我叫过去怎么办 我知道您在和校长开会 左汉啊左汉 你可真是聪明啊 明知道我去不了 还加个校长来制造压力 你就这么把我摆上去啊 你想没想过 要是五班的同学以后来找我证实 你让我怎么跟他们说 王主任 您别生气了 您今天是不在场 老刘今天确实太偏向五班了 不能让我们班的同学 流血流汗还流眼泪 这我还没说你嘛 同学们年轻 一时被虎着了 我也不怪他 这你应该是知道的呀 怎么也不加以阻止 我 我没有啊 我是教英语的 哪懂什么物理啊 我是刚听您刚才一说 才反应过来的 整个高三理科班 把牛顿三大定律的复习题 全部给我冲做一遍 这么匪夷所思的歪理都有人相信 我那课都白上了 怎么就没有一个学生公文 我都不知道你是给我长脸还是给我打脸 这样大家就会认为 跟今天的事情有关了 那下周座 哎 大忽悠回来了 展悦 你有完没完 没完 大忽悠 你敢不敢告诉大家 你那个速度 加上什么速度 什么变着方向拐着弯 那个是不是忽悠大家的 那你说 你去王老师那儿 你出去喝鸡汤去了 还是接受披头盖脸的洗礼去了 你看 不敢说 心虚了吧 我最受不了你这种 忽悠了人 还让人把你当作神明的样子 左安 展悦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你把刚才那些什么速度啊 再给我讲一遍 那样不就是最好的证明了吗 对啊 左安 我也想知道 到底是怎么算的 说 其实 你们都在干什么呀 左安她明明是好意 怎么现在大家好像都在质疑她一样 我听不懂那么复杂的物理 就算她再讲一遍 我还是听不懂 我相信大部分同学 也听不懂吧 但这不妨碍我们大家相信她 对 就是 对 舒服 你们就这么相信了 对啊 舒呆子 你能骗到了他们 你骗不了我 我早晚揭穿你 展悦 你闹够了没 走 不要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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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赶紧 坐上回去 坐上回去 左安 走 你有事吗 左安 你真的不用郁闷 今天在你回来之前 真的只有展悦他们几个人在针对你 大家还都是相信你的 我知道 你听我说话 大家都不相信她了 人民群众的眼睛呢 都是雪亮的 你怎么可能忽悠人呢 就算把我打死 装进棺材里 我也要拼尽最后一口气看出 我不相信 那如果说 我就是故意忽悠人呢 你不用考验 我不用 我说的是真的 做 做案 你 展悦她这次 猜对了 要不是你站出来替我解围 我还真有点下不来台 怎么可能呢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 我知道了 一定是为了 班级的容预对不对 原来是这样 这就说得通了 左安 我真的没有想到 你竟然会为了班级体 连自己的名誉都不顾了 太让人感动了 你放心 今天的事情 我绝对不会告诉第二个人的 顾小满 没关系 你不要有负担 为了集体哪能叫忽悠人呢 那叫牺牲小我 完成大我 是狭义精神 是我追求的至高境界啊 我代表我自己 谢谢你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 你现在有时间吗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去哪儿啊 干杯 郭小满 好 为了集体荣誉 牺牲小我 完成大我 具有狭义精神的人 是你 让我们班足球比赛获胜的 最大功臣也是你 我 快吃吧 一会儿冰激凌化了 好 你的伤口怎么样了 没事儿 这点小伤口 对于我们这种习武之人 小意思 那也是要处理一下的 不能大意了 阿婆 拿个传口贴 裤子挽起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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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疼吧 不疼吧 不疼 好了 走啊 嗯 谢谢你 这个给你 留作备用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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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马 你听说了吗 赵老师 这几天在做家访 好像在商量我们能靠什么学校 时间过得太快了 转眼就要考试了 很多学校 什么学校 你在做梅子学校 是啊 学校安排这次家访呢 主要是想根据每个人的情况 制定一个小目标 然后剩下这半年 我们奋着这个目标去努力 如果小满要是能考上体校 那简直是太好了 小满爸爸您别那么说 我也看得出来 小满学习很刻苦 虽然学习成绩提升不多 但还是有进步的 小满的体育成绩特别好 我们学校也有体育特长生集训 小满可以报名啊 我觉得考上一个一流的体育大学 还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好啊 好啊 那我们报名啊 报 等一下 我不考体校 我不想报名 小满 我知道你的梦想是做老师 但你也要知道 以你现在的学习成绩 梦想和现实 是有距离的 总之我不想考体校 我不想就这么放弃 爸 我做不到啊 可是小满 你也没跟爸爸说过 说你要当老师啊 爸 没事 小满 你也好好考虑一下 梦想是要有的 但作为老师 我也得考虑你的综合情况 我们现在只是制定一个小目标 首先保证一定要考上大学 你说呢 我知道我一定要上大学 但我到底要上什么大学呀 其实不管怎么样 我都不能再和左岸做同学了 左岸要出国了 好 而我要去哪里呢 他还先不在杜篇 但是记得上国内 soil 你也是怎么会被困扯的 你也不在意 我觉得你不在意 保证这个是什么 啊 让你能把福利也让你住 我在 你找我有事吗 我想问今天的数学作业 是2016年真题是吧 我下午那会儿没听见 你做完了吗 我正在做 是不是有点难啊 如果你需要 我现在可以教你 今天的题有点难啊 听说是这几年 最难的一套题了 你有没有不会的 我教你啊 刚好聊到这里 帮助同学嘛 我要做作业了 拜拜 再去点一套 再去点一套 赵老师 嗯 我想要一个晚上 我还是不想考底下 你真的想好了吗 想好了 顾小满 我真不知道你怎么那么不切实际 你看看 这次小测验 你个儿科成绩都没有及格 你要再这么任性下去 最后落榜了怎么办 老师 我会努力的 那技术不太好 不能写太复杂 我都没有了 开门 我会努力的 那什么小笔 效果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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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赅 激嫌 有点 您好 请问左院长在吗 在的 谢谢 这个 落这台上了 不是我们的 刚刚左院长的儿子来过 应该是他落下的吧 左岸来了 这小猴子你说 丢三辣四 我给他送去吧 走 左岸 顾叔 你的东西辣了吧 谢谢 幸亏顾叔巡逻仔细 及时发现 我刚才可是看了看 这里边都是你的学习笔记 真详细 有条有理的 怪不得学习那么好呢 你看看我们家小满 打从上学开始 我就没见他在笔记本上 写过这么多的字 其实记笔记很重要的 既可以理清思路 又能突出重点 你这么一说书就明白了 就跟我们练武术一样 你这有个内功心法 你光会招数还不行 你非得有个高层次的老师啊 给你口传心寿 你才能够武功大尽 打遍天下无敌手 可以这么理解 真是个宝贝 你借我用一会儿 我去复印一下 拿回家给我们家小满 好好让他看看 看来我这个要求 是有点过分了 那算了 不用 不用了 没有没有 顾叔 只是 这个笔记 是按照我的思路写的 必须要由我亲自讲解一番 才能更好的消化 那我也不能请你上我们家 去给小满讲 我可以 你说什么 我是说 我很能理解顾叔 您担心顾小满的心情 距离高考还有两百千万 不管是我们 还是作为父母的你们 都很辛苦 我可以给他补课 但是 我的时间都被我爸安排满了 只有每周日的上午 有两个小时的时间 两个小时就够了 两个小时对他 得有多大的一个提高啊 我可怎么感谢你啊 应该的 顾叔 我和他从小在幼儿园 就是同学 你们俩在一个幼儿园 待过你都记得 怪不得学习这么好呢 对了 顾叔 这件事情 还请您对外保密 我跟谁都不说 左岸要来给我补课 哪 哪个左岸呀 还有哪个左岸 你还认识几个左岸 是你们同学左岸呀 不是 不是 到底怎么回事啊 爸 好 很简单 我在医院碰到左岸了 我说 小左呀 给我们家小满补课吧 好的 好的 叔叔 好的 叔叔 就答应来了 什么 爸 你不会是占我了吧 你偷看我东西了 我偷看你东西干什么呀 那 左岸怎么会来给我补课呢 你是不是对他做什么了 你威胁他了 你爸爸我是那种人嘛 他说左岸来给你补课这个事儿 我也觉得他答应得太痛快了 不过这正说明人家左岸是个 品学兼优的好孩子 你哪像咱们隔壁那个展阅似的 你小时候还救过他的命啊 那他现在还老欺负你 展阅 我救过展阅 什么时候啊 你小时候你都不记得了 算了吧 不听这个事儿啊 小满 其实爸爸特高兴 你决定要当老师了 你决定像你妈妈一样当老师 爸爸听了之后 你知道吗 你妈妈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老师 她虽然只是大专毕业 但是她 但是她真的很优秀 爸 其实 我只是随口 不说了 不说了 快吃饭 多吃 吃饱了才有力气好好学习 这回左岸又来帮你辅导功课 你这考上一个好大学的梦想 肯定能够实验 对了 我这想起个事来啊 这是左岸的笔迹 你看看 左岸说了 让你一定答应她的一个要求 什么要求 既然每个礼拜 能来两个小时给你补课 但时间还是太紧张了 所以在她每次来之前 希望你把她的这笔迹 都看熟了 背好了 绝对没问题 左岸的笔迹 左岸的笔迹现在在我手上 左岸 你不能让左岸失望 别犯花痴了 你要好好准备知道吗 你不能让左岸失望 你干吗 我们出去走走吧 这些题看得我头都晕了 不去了 我还有英语单词没背完呢 什么 你背英语单词你吃错药了啊 展玥 你又说我什么呀 谁说你了 你也太自作多情了吧 你以为全世界的药都被你承包了 只要说的药就说你啊 懒得理你 走 走 有病 全都有病 走走烫烫 走了 玩不去 走 有病 你可不可以 会不会太近了 不行 还是原来 这样呢 快请进快请进 左岸 左岸来了 不用换鞋了 没关系 没事的 顾上 这都不好的事 来 来 来 你坐啊 你随便坐 就像到了自己家里一样 谢谢顾叔 顾小满呢 小满 快出来 走吧 你们来了 没吃早点呢 我现在就给你坐去 等会儿 等会儿 不用麻烦了 顾叔叔 请进 衣服可以挂在这儿 不好意思 我房间有一点乱 你怎么了 你脸好红 你 我 我 刚出去跑步了 缺氧了 这里好热 热死了 可是今天降温了 那我去给你倒杯热水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 医他 ? 健好 我 姐 啊 震 请喝水 谢谢 你脸也好像有点 我发现了 你的房间确实是有点热 你刚刚不是说降温了吗 我们开始补课吧 坐吧 你 你先坐 你头发上有东西 紫岸 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最好是有意义的问题 你为什么会突然的来给我补课呀 因为我们是朋友 只是因为这个吗 因为你爸爸 请我帮忙 我就答应了 顾小满 你一定要努力 不能辜负你爸爸 我们先从英语开始 先把这些题做了 实态吗 一上来就这么难啊 难吗 可是 我已经给你写笔记了 你看了吗 我看是看了 可是 你先坐坐看 不对 是过去完成时 这个 不是 都已经说了 是过去完成时 我真的看笔记了 但只要一做题 我就分不清楚 没关系 因为时态这么多 你是半会儿分不清楚 再正常不过了 我们学物理吧 我们学物理吧 你试着做一下这道题 我 我会 你再想一想 不用了 你不用安慰我了 我就是笨 明明准备好了的 但是一看到这些题 我就什么都记不起来了 我的脑子真的是猪脑子吧 你别在我身上浪费你宝贵的时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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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小满 我知道你的问题出在哪儿了 什么 你明明已经准备好了 但是记不清楚 不是你笨 是因为你习惯性紧张 没有办法集中精神 有吗 嗯 我说过 你不笨 要不然你怎么会得冠军呢 可是 我确实 顾小满 你现在闭上眼睛 什么都不要想 就想这道题 想象 你现在在散打赛场上 把题目当成对手 而且题目已经给你出了很多提示 就是对手准备出什么招 你要是能看出来的话 就可以应对他了 好 顾小满 集中精神 你知道应该怎么做 我知道了 又做错了吗 我真的是笨到家了 做对了 你不仅做对了 而且思路完美严谨 相信以后这类题都难不倒你了 真的 我做对了 我从小到大都没做对过这种大题 我太开心了 好 走啊 你没事吧 对不起啊 我不是故意的 没事 来 我扶你起来 对不起啊 没事了吧 没事 这个怎么倒了 这可是我拿散打王的纪念 这东西什么时候摘上去的 你看 昨晚 展阅像不像个白痴 展阅像不像个白痴 你们好点了吗 没事 继续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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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监督你好好学习 我怕我走了你就忘了 也不好挡住你吧 可是 没什么可是的 我会一直看着你的 好好学习 我接受你在监督 那我走了 我送你